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科学新知 台长因为他要准备过年前的一些行程 所以这一星期由我先看着 刚刚这个星期也有很多很有趣的科学新闻跟大家分享 其中有一些个别例子甚至是颠覆了我们过往的一些认知 有一些我们过往认为很简单 已经是可以很容易凭直觉理解到的一些实验结果 原来经过一个很精细的实验之后发觉有些新的知识 甚至乎有一些原因或结论是和我们过往认为的很不一样的 也有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 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我所说的一个什么的景象 如果在中文的世界里面我们说飞蛾撲火 很多时候形容飞蛾看到一个光源 如果光源是火的时候 他一直就会很喜欢在这个火周围飞来飞去 还要不离开 有时他飞着飞着塞了一手 还会被火烂掉 甚至乎会丢失了性命 所以很多时候飞蛾撲火的现象就变成一个成语 形容一些不自量力 甚至乎是自取灭亡 一些这样的景象 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一样都会有的 like a moth to a flame 其实因为在不同的文明里面 我们都很容易看到这个很普遍 昆虫有向光性 而且喜欢绕着光 如果以前那些光通常是火源的话 就看到飞蛾撲火的现象 是一个很普世的现象 所以在不同的文明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这些言语 或者成语的样子 在我们怎样理解飞蛾撲火的现象 如果以前我们的长辈解给我们 那些昆虫是这样的 他们就特别喜欢看到光的 一看到光就撲起来不离开 当然你可以问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光呢 或者就是说他们这种吹光性 对于他们生存里面 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例子 看到往往是令到他们 更加容易受伤甚至死亡 究竟那种优势和劣势 究竟是谁才是真的呢 我们甚至乎会画一个图画 看到那个飞蛾或者昆虫 它是直接面对面向着这个光源飞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想象 我们很多时候去下一个结论 都是用回我们这种日常的直觉 我们看到那个虫 总之就会靠近了这些光源 是不是 有时我们甚至乎利用了这种特性 是解救到我们一些麻烦 譬如说如果不幸 有昆虫爬了 爬了进去耳窗里 其中一个小时候我们看过很标准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电筒照一照一照 它自己走出来 因为那些昆虫 就普遍都有这种向光性 它就会看到光 它就会向出来 而且不同的昆虫的那种聪明智慧程度 你如果是把那个的污蜊放进去玻璃瓶 如果玻璃瓶底还是向着光 它都懂得去转到另一边走出来 去重获自由 这些关于昆虫行为的东西 往往就成为一些研究生物学的人 去本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么好了飞蛾扑火这个现象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已经解决了一个现象 但是偏偏很有趣 这个礼拜就公布了 由自然杂志那里公布 要记住如果看得我们节目多的 一提到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这两个这样的期刊 其实往往就是科学界里面最厉害 名字越简单 它就是越厉害的一种期刊 其他有些可能讲得比较专门一点的 可能是自然期刊旗下的光子学 自然期刊旗下的量子力学 或者自然期刊旗下的关于微生物学 这些就是下属一些比较专业的期刊 应该就是英国的研究小组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剑嫖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它就设计了一个实验 重新去检视飞蛾扑火这个现象 好了 我们学说上就认为 飞蛾扑火 它就是因为它向光 它其实就是原来有人说 其中一种学说就是 它是如果晚上要靠越月亮来帮它导向的 所以它有一种就是向着光飞 这样就大约知道方向 如果你多了一个光源 就扰乱了它的方向 所以它就一路兜着走不了 于是乎一个这么简单的理论 就尝试去解释它的行为 也是其中一种流行的学说 另外就简单一点 就纯粹就是它的行为上有些向光 就令它特别容易在日间生存 诸如此类 但是很多时候你说这些学说 你怎样去真的验证到 和找一个方法去抽屉剝减 谁适合不适合呢 在这个研究小组里面 其实它们设计了一个很独特的实验 我未说过实验之前 不妨说过结果 其实它们的发现很有趣 在这段Youtube的影片 我想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同时 我就在我们comments那一栏中 我就将这段影片的连结 都去post给大家看看 它虽然有英文介绍 但里面它的画面很漂亮 在实验中拍得到 它的飞蛾在非常精准的拍摄相机里面 那个飞行的状态和行为是如何 这些昆虫 尤其是飞蛾 或者它们会用到蜻蜓 它们虽然有一种向光性 但当它们靠光的时候 其实它们不停是想找个背部 掌握着光来飞 即是它们尽量想把光 靠在它们的背部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 帮它们找到一个方向 在大自然那里游走 但当然了 因为是一个人工的光源 或者其他的火光 就扰乱了 令它们搞不清楚 这是天空上的光 或者是额外其他人工光源的光 但它们的行为 原来不是向着光 而是它们去到光周围的时候 特意用一个背部 把光压在背部的方向来飞 而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的飞行路径乱了 甚至乎会失手 于是便会看到那种飞蛾撲火 自取灭亡的情况出现 在这里可以展示一下 它们的实验装置 其实 如果看看我头壳顶的图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头壳顶上的图 那只飞蛾 它并不是肚子向下的翼 它似乎反转了飞 然后 如果仔细看 这个飞蛾的正下方 有个灯膽在这里 即是说 现在在这个展示里 那个灯在下面 光源是由下面来的 而你要看到这个飞蛾 企图去趋近它的时候 越趋近它 它就将自己反转了 令到自己的背部 是得住了一个光源 然后它就希望透过这种状态 来找一个正常的路径 去到处继续进发 但是这些昆虫 其实它本身的正常飞行状态 是适应地心吸力的 你突然之间要反转来飞 它调控不了 就会掉下来 就会失控的了 于是往往在这些昆虫里面 最危险的状态 就是它尝试 从上面越过火源的时候 当它自己反转了飞 然后失去平衡的时候 就会掉下来 往往就是这个过程 最容易被烙烈 如果是普通这些光 还要是一些冷光 即不是很热的光 问题又不大 如果灯膽 一样会被烙烈 会受伤 死亡 但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光 你就会见到它不停地 尝试靠近光源之外 就不停地尝试靠近了之后 就将自己的背部 得住这个光源 你会看到 在画面的左上角里 就记录了它这种飞行状态 就会点很多这些萤光劑 在这里 令到你找光照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看到它拍的翼 和它的飞行状态 都可以追到出来 就是每一只昆虫里 起码都会点四五六点 这些这样的萤光漆 就令到我们可以追踪到它拍翼 在整个空间里飞行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不知道大家 如果玩相机 那些朋友有没有留意 拍摄在飞行的昆虫 其实很难 一只蝴蝶静在这里 它放在这里慢慢给你拍摄 你曝光长一点 没有所谓 但是如果你是想用动画的形式 或者是你用自己的普通 快门很快的相机 去捕捉一个飞行的昆虫 是很困难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昆虫 尤其是飞蛾 甚至乎蜻蜓 它对翼其实很快 快到怎样呢 以飞蛾为例 一秒钟它拍成三五十下翼 是很正常的 就是绝对是会快 你的人眼是追不到 甚至乎你的相机快门 也会很多时候追不到 那衍生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就是以前曾经有人发觉 一用在野外环境 用一个这样的视频 去拍摄这个环境的时候 一拍到四周的飞虫 往往就会变成一只棍子 就不是一只翡翼 而是一只飞棍子 就在画面上 在铢开铢的 ей传 甚至有人一到懷疑 是否是大自然 真的是存在着一只骆的昆蟲 往往只会在我们的摄录机才能拍得到 但快到我们的眼睛都看不到 后来我们只不过发觉是因为我们的摄影仪器 那个速度是追不上昆虫的周围的速度 所以你一要拍昆虫 你拍大一些 你还可以博一下自己的动作 慢一些 如果小一点轻巧一点 你极难拍到整个拍翼的动作过程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摄影的格数 每秒钟的格数非常多的相机 还要留意 现在我们的相机 是要比昆虫拍翼的速度快 如果你的昆虫本身是每秒钟拍40下翼 最好就要找到每秒钟拍超过100张相机 或者一个摄录机 它的格数是每秒钟超过100格 现在在这个研究小组里面 他们的相机每秒钟是200格 而且它是在一个帐篷上方里面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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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们可以看到昆虫的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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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絕對做不到的 不只是因為快門快慢的問題 而是現在大家可以想想 你是想拍到真實的影像 所以你要打光來拍攝 但你一打光 有一個光源來打光的時候 飛鵝就會飛去你打光的燈 而不是飛去你想打光的燈 額外你越放其他多的光源 也會擾亂實驗 所以這個儀器很了不起 就是他要用一些昆蟲自己看不到的光來打光 而讓昆蟲圍繞著一些能力 他會看到你想圍著的光源來轉 所以他是用紅外光來拍攝飛鵝 他四處打光 然後中間就有個可見光 而是對於昆蟲也看到的光源 然後再用一個每秒200個 200個昆蟲的相機 或者一個錄像來拍攝他 在一個這麼精密設計之下 我們終於可以很仔細追蹤到 昆蟲自己本身飛行的狀態 而且這個實驗本身不只是實驗設置 最後他們將這些紀錄的數據 放入一個電腦模擬 以及一直將他背部的光源的方向 做了一個數據分析 放在電腦上重新模擬一次 現在我們可以說 經過了一個實驗的精確觀察 以及一個我們理論放入電腦的模擬 結果是互相吻合 我們終於清清楚楚 完整解答了飛鵝撲火之謎 過往我們依賴我們的眼睛 依賴一些不準確的儀器 但是你會看到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昆蟲現象 是怎樣需要這麼困難地設計 一個這樣的實驗 來克服很多技術問題 來獲得一個正確的答案 這個我想就是自然其刊 我們也看到這一點 我們不要經常把 那麼容易被我們的直觀 去誤道了 很多事情 就是很仔細地收集證據 小心地求證 然後往往發現出來的結論 就顛覆了我們過往的想像 所以你就要知道 飛鵝撲火 不是為了自取滅亡的 他也是想為了生存 平時大自然的光就在上面來 所以譬如太陽、月亮 就是在上面的光照下來 所以他的背脊得住的時候 他就可以繼續適應著地心吸力 很穩定地去飛行 找對飛行的方向 就不會說飛錯了向上或向下 他就搞得很清楚 只有在我們有其他額外光源的情況之下 就令他搞錯了以為那個火源 就是他用來定位的太陽、月亮 於是才有我們看到的現象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飛鵝 其實他這種處理光 而去調節自己的飛行狀態的行為 原本都是為生存而設 只不過在其他環境干擾之下 才會出現這種 我們認為好像在這裡自取滅亡 反而是不有利他們生存的情況 那麼我們這一節就介紹到這裡 那麼我們這一節 即是他出街的同時 我亦都會把那個自然期刊 給出來的短片 就放在那個留言那一欄裡 那麼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